今天说法 云根溯源竟然追到六百年前 七桥的刀伤 古老的家谱揭示了一具男史的身份 也揭开了一桩惊人的阴谋 今日说法为您播出 外之谜 当时我从毕业会来 就在这飞谷里和河河里 光看一个黑桌料袋包一个东西 刑警 法医和横检技术人员等人 迅速赶到了现场 尸体很特殊 这个尸体左侧卧位 驱驱状被包裹绳索的绑 扎固定起来 警方发现死者是一名男性 被包裹在两层黑色塑料布内 身上衣着很少 并有多处遭伤 初步检验结果 死者洗趴杀 通过这些损伤吧 都是在这些要害部位 道道致命 他就是绷入这个杀人为目的而来的 据法医检测 死者身高1名70 体重73公斤 年龄大约在45岁左右 警方首先找来 常寨村的村民进行辨认 并在案发地点附近的几个村子 进行了初步排查 然而 由于死者的面部被毁 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也没有人家报案说 家里有人失踪 恐怖吗 当然恐怖 不知道那人的 撩着说 一听说 啥人家都这样 群众都是很恐怖 所有的这个务工人员 所有的群众 都在准备着 过春节的这种气氛里面 但是呢 满大街的街头巷尾 议论了春节的事儿少 议论我们这个案件有多 按理说 凶手毁掉死者的容貌 就是怕人认出来 可见死者就应该是当地人 可附近的村子 为什么没有人失踪的报案呢 根据这个虾片 一日子的视频评论 包括这平常这种性散案件 基本上都不大发 河南省的登峰市地处华中平原 每年进入11月 村民们就开始种东小麦了 发现尸体的地点 正对着长寨村的村口 几十米之外 就是一条大路 这个地方也就是两个乡 交接处 另外也是村和乡镇之间 经常同一个比较繁忙一条路 交通非常便利 尸体出现的路口 每天都会有数百辆汽车往来 死者究竟是被外地人扔在这里的 还是被本村人遗弃的呢 他又会是谁呢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村口出现了无名男尸 这让村民们感到既惶恐不安 又匪夷所思 但是由于死者的面部损毁严重 警方一时很难确定死者的身份 多方排查也没有结果 就在这个时候 死者身上的一处刀伤 引起了法医的注意 死者身上一共有八处刀伤 有七处都刺在了死者的胸腹后背等位置 唯独第八处刀伤位于死者的臀部 袁宝龙已经从事了15年的法医病理工作 处理过数千具尸体的各类损伤 这处伤口却让他印象深刻 在这道伤口里 袁宝龙还发现了一些细小的黑色碎屑 经过仔细比对 这些碎屑来自包裹尸体的黑色塑料布 就说明这个人已经被害了 用塑料布包裹绳索绑扎以后 又捅了一刀 被害人已经死亡 凶手还用塑料布进行了包裹 可他还没有罢休 还要透过塑料布再扎上一刀 这种做法的确十分罕见 这对我们提醒一个东西 他和这个受害人的这个性 或者说男女关系什么这方面 有可能有一个什么样的矛盾 案发时当地已经进入冬季 而死者却只穿着一件长袖T恤 一条短裤和一双袜子 死前似乎正在睡觉 只有和死者比较亲近的人 比如死者的妻子 才有可能趁他睡觉的时候突然醒凶 难道凶手会是一个女人吗 然而伤口的力度却透露出相反的信息 他刺断肋骨 再把心脏刺破 在心脏上留下了一个四厘米长的创口 方队先生他自己的力度是比较大的 不仅伤口力度像是一个男人所为 从作案后凶手处理尸体的方法 也让人觉得凶手是一个男人 因为能把73公斤的死者包裹捆扎起来 再抛尸到案发现场 这绝不是一个女人能轻易做到的 至少这个女人的背后 肯定有一个强有力的男人 可他们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 他们和被害人之间 拥有着怎样的爱恨行仇呢 案情迷影重重 侦查暂无头绪 郑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杨玉璋 听取汇报之后 亲自来到案发现场盘查 经过思考 有着三十多年刑侦经验的 他对案件的性质 迅速做出了判断 就是现在 这是一期 有羽毛的 因庆干酒坟造成的 一个 杀人 杨玉璋认为 此案真婆的关键 就在于确定被害人的身份 此很密切的 这样一种关系 查清诗源就破案 查清诗源就能破案了 方向是很明确 可是到哪去查这个诗源呢 案发现场紧邻当地的交通要道 在附近有几个乡 方圆上百公里 有几十万人口 面对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 警方的初步排查一无所获 接下来的侦查又该从何下手呢 郑州警方迅速调整了侦查方向 他们把被害人的DNA数据输入了当地的一个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叫做外染色体DNA数据库 里面储存着是郑州辖区内农村男性成员的外染色体相关信息 原所长所说的这个外染色体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男人和女人的染色体是不一样的 男人的性染色体由X和Y组成 女人的则由两个X组成 男人的外染色体只传男不传女 也就是说只能由父亲传递给儿子 并且在数百年里都会保持高度的稳定和相似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家族每一代都有儿子的话 那么这个家族里历代男人的外染色体都会是一样的 在河南省郑州市有一个特殊的DNA库 里面存放着当地不同性是男性的外染色体 如果这具无名尸体外染色体数据和某个家族外染色体一致的话 就说明死者是这个家族的成员 进而再去锁定是哪一个人 这就叫加系排查法 那么在这起案件中 这种方法是否能够顺同摸瓜 锁定无名男士的真实身份呢 死者的DNA数据被输入了进去 可让人没有想到的事情出现了 原来死者的外染色体居然和登峰市三个家族的外染色体比对成功了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死者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不是姓张 就是姓李 按照外染色体传男不传女的理论 死者只应该和一个家族比对上了 怎么会和三个家族比对什么 不管怎么样 既然死者的外染色体和三个家族比对什么 调查就从这三个家族开始了 警方对三个家族挨家挨户的排查 然而一连几天过去了 传来的却是一个又一个否定的答案 2011年11月河南登峰一个村庄的路口发现了一具男尸 由于面容高度被毁 附近的村民无法辨认 警方利用死者外染色体比对发现 死者应该是当地三个家族中的人 可是进一步的调查 他却发现这三个家族中并没有什么人失踪 这让警方不得不把目光再次转移到了现场的物证上 现场里这些物证将来虽然不能认定犯罪 将来可以给我们一个指向 后来我们在排查死员的过程中 确实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警方随即对尸体的解剖结果和现场物证进行了深入分析 这让这具无名难事的两个重要特征凸显了出来 皮下组织非常累 脂肪含量非常低 几乎就没有什么脂肪 另外从这个尸表来看这个死者的上半身的肌肉非常健硕 特别就是我们所说的公二头肌非常健硕 从尸体的后面来看这个死者的这个上肢明显的成倒三角的情况 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男性的这个非常强壮倒三角 案发的地点位于郑州辖区的登峰市 这里坐落着著名的松山少林寺 全市境内分布的大大小小将近二百家武术学校 还有几家健美场所 死者这样的体貌特征让警方有了一个新的寻找方向 死者会不会是某个武术学校的教练 或者出入健美场所的常客呢 警方找到了登峰一家武校的管理人员 他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多年 对各家武校的情况非常熟悉 经过仔细大量 他并不认识死者 不过他可以肯定死者不是武术教练 也不是学武之人 甚至连健美人士也算不上 因为我们从事武术的人的肌肉群的 就分布看着比较均匀 而且现在肌不下出也不僵硬 卸调性可从外观来看 就是比较均匀比较卸调 这个你看呢 虽然背部肌肉看着呢 不是很发达 而且看着就是说 你看肋骨都出来的 就是上面他这个肌肉分布 高武术的人就全身肌肉都比较均匀的 卸调性很好 他这背部肌肉看着不是很发达 警方随后又调查走访了 辖区内的几家健美场所 果然没有人认识死者 此时已经是2012年的1月了 尸体已经发现了快两个月了 他的身份仍然是一个名 这也给临幸春节的灯风 笼上了一层阴影 还有什么线索能够帮助警方 确定死者的身份呢 这是死者口袋里的一些东西 让警方有点新的想法 我们对这个1121 这个尸块进行检验 在他这个衣物里口袋 口袋里的衣物口袋里 发现了有十几粒 这个颗粒比较大 也很干净的沙粒 这些沙粒的直径 大多在一毫米左右 显得有棱有角 它们为什么会出现在死者的口袋里呢 经过检测 死者口袋里的这些颗粒 并不是江河里经过河水冲刷形成的沙子 而是通过机器粉碎后的石头颗粒物 它应该被称为沙粒 而不是沙子 警方带着这些沙粒来到了当地的沙场 他们发现 这里随处堆积着这些铲子登峰的石头 因其质地没那么坚固 很容易被粉碎 因此在登峰洛阳等地 普遍把这种沙粒掺杂在水泥中 是一种使用率很高的建筑材料 在死者的上衣口袋里 有十几粒这样的沙粒 而且死者的上身肌肉比较发达 总和这些情况 警方对死者的职业身份有了新的判断 侦察方向迅速指向了能够用上这种沙粒的地方 但是办案警官们很快发现 他们的任务非常棘手 因为这种沙粒的水泥加固性能 非常好 所以整个登峰地区很多工地 包括登峰以西洛阳市地区的很多建筑工地上 都在用这种沙粒 而且很多村民自己家盖房子也用这种沙粒 这已经超出了郑州的辖区 有没有其他的线索可以缩小侦察的范围呢 尽管外染色体库搜查的初步工作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但是元宝龙一直没有放弃 死者的外染色体为什么会和三个家族比对成功呢 而这三个家族又为什么没有人员失踪的情况呢 在中原农村 抱养 过季 遗弃 外迁 甚至改嫁 是时常会遇到的情况 他们虽然拥有相同的外染色体 但是很可能已经分散到不同的地方了 甚至已经改名换姓 那么死者会不会就是那三个家族分散在外面的人呢 当我们排查了十天左右的时候 有一条比较兴奋的消息传过来了 走访中警方发现 于妖村的张姓家族虽然没有什么失踪过季或外迁的情况 但是这个家族本身就不是当地土生土长的 我家是村洛阳 洛阳市 遗传县 旅典县 上沟大的 听爷爷说 那时候牵涂着 登峰市 营养的 鱼要大的 张大爷是张家岁是最大的 他现在还记得 小时候经常和爷爷 到洛阳的张沟去上坟 那么在洛阳是不是还有很多外染色体和他一样的男人呢 如果有 死者会不会就是其中的一个呢 警方立即赶到了洛阳 这里竟然有六个张沟村 王国厅带着几个人 在这六个村子里 没黑没白的接连转了三四天 没想到 一无所获 其他的所有的工作都是白费 都是白大 然后呢 还要去做更多的工作 这个地方我们已经走到了 已经走到了 但是没有发现 张大爷讲的情况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为什么在洛阳的张沟村 没有找到和张家外染色体一样的人呢 王国厅回到鱼妖村 重新核对情况 在张大爷的弟弟那里 他又得到了一个消息 这一次张家弟弟的记忆会不会准呢 王国厅他们又立即赶到了洛阳金沟 很快 结果一天之内反馈回来了 现场的死者 这学样和这个拉玛殿 拉玛殿村的这个张姓的男子 成为比对成功 这说明 郑州渝瑶张姓和相隔一百多公里之外的洛阳金沟张姓是同一个祖先 而警方在洛阳还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登峰当地的那三个和死者外染色体比对成功的家族 虽然现在不同性 但却拥有着同一个祖先 警方找到了张家的家谱 发现这个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朝时期 原来早在六百七十年前的元朝末年 张鸾带着七小迁到了洛阳定居 后来发生了家庭矛盾 张鸾之妻带着一个儿子出走迁居 张鸾则带着另一个儿子继续生活在洛阳 岁月流转 张鸾的子孙后代就这样逐渐散聚在洛阳和郑州两地 这样我们就感觉又是峰回路上 流暗花明又一村可以这会儿形容 把我们的战场从登峰又转移到了 遗川的旅店乡的拉瓦店村 既然登峰这面的张家没有人失踪 那么洛阳那边的张家是否有人失踪了呢 王国听他们随即对洛阳张家的情况进行摸底 整理分支也了解到了他们当中人员的去向问题 蹊跷的是这边的张姓家族也没有人报告失踪 当时的确有当时心情是非常 也是当时刚刚扬起就像扬起一些希望的时候 突然来又破灭了 这桩无名男尸案件 警方甚至追踪到了六百年前的元代家谱 但依然无法查证这个神秘的被害人究竟来自何方 警方试图通过歪固线索来锁定被害人身份的努力 搁浅了 查找被害人的工作遇到了瓶颈 那作案人的踪影是否有迹可循呢 尽管尸员都没有找到 但警方根据对现场物证的重新梳理 他们得到了作案人的两个重要信息 这一次首先引起警方注意的是包裹尸体的黑色塑料布 警察这种黑色塑料布多用于砖厂盖砖 用来隔石防潮 但是警察们走访发现 这种蓬布近两年来已经不常用了 据此很难查找到它的主人 但是这反映出凶手很可能从事过和砖厂有关的工作 比如纸砖或者拉砖 其次捆绑尸体的绳子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经过走访 他们发现 这种绳子和当地集市场卖的绳子 无论是材质还是编织手法都不太一样 内容这里面有些拉锁 一些面线 还有像冒险的 还有一个尼重圣子 包括这里如果仔细看的话 还可以发现这里面一个 神秀的一个缺质 在工厂里做出来 用通样的材质来骗这个绳子 不管它有多少 它这个材质全部是一样 见到吧 都很一致 这个绳子做出来以后 也很均匀 而这种手工编制的绳子 大多是村民自用的 警察又在村民家中实地讨教 了解到 绳子就是用这样的器具编出来的 通常三股绳就够用了 但是 案发现场的绳子 却是四股编程的 但是如果到四股的话 这生质来这个 更实用 更切实 困杂一些比较重的东西 更方便 综合分析 作案人可能从事的是运输行业 经常拉砖 所以会使用到这种厚实的塑料棚固和结实的四股声 让人海茫茫 迷影重重 作案人究竟藏身何处呢 2011年11月 河南登峰发生一起杀人抛尸案 死者面部被毁 遇害后 被人用塑料布混杂起来 丢弃在案发现场 为了查清死者的身份 警方沿着外库的线索 对张姓家族600年的历史追根溯源 却仍然难觅真相 类似这样的案情分析会 杨玉璋不知道开了多少次了 此时 距离案发已经两个月了 案子还是理不出个头绪来 质疑声和压力越来越大 是不是还有人不知道警方的调查呢 是不是还有警方没有掌握的情况呢 这让杨玉璋有点贼了 就是郑州市 范围内和洛阳市 咱们华顶的这个区域内 用制升飞机来撒 轩人骑士 警方在洛阳郑州等地的 七个乡镇 262个行政村 空投了五万份悬场通告 在地面张贴了九万份寻人骑士 办案警察的联系电话也公之于众 每天是一种 可以说是一种期待的眼神 希望发现一个陌生号 打给我们 让我们获取新的信息 但是这个电话一直沉浸在静音的状态 既没有人认识他 又没有人报告失踪 难道死者根本就不是登峰 洛阳甚至河南人 但是凶手是在夜间作案 不太可能带着尸体长途奔波 而且死者口袋里的杀力 是在洛阳登峰地区的建筑工地上 常用的建筑材料 而且作案人捆绑尸体的作案工具 在当地也常见 歪固线索再一次指向了洛阳地区 这种种的物证推理和技术检验表明 死者应该就是这儿的人 但是为什么偏偏就找不到失踪人员呢 就这样春节过去了 这名男子的身份仍然是个谜 两个多月过去了 在警方如此大规模大声势 长时间的调查之下 这起抛尸案还是没有什么进展 也没有人来报失踪 侦查一次又一次地陷入了困难之中 每到此时 杨豫章都会习惯性地来回夺步 揉着手中的狮子头 他隐隐地觉得 没有人报案 也许这本身就是某种信息 而且还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信息 从一个个否定的反馈中 他逐渐得出了一个肯定的推理 一个大胆的假设 勾结奸夫害奔夫 勾结奸夫杀害本夫 这样分析的理由何在 根据杨豫章的了解 在河南农村45岁上下的男人 如果不是特殊情况 还是单身的话 一般都已经结婚成家 并且分开单过 对于丈夫行踪 最了解的就是他的妻子 亲旁好友 还真就不一定清楚 如果妻子想隐瞒 丈夫的去向 很容易找个理由 搪塞别人 最好的借口 就是外出打工 这个案件的刑复 他应该是一期 有羽毛的 因减轻 或者叫轻甘酒肺 这一类情况 逝世的 故意杀人案 在这起报事案中 死者的着装 和臀部上的一刀 正显示出了 凶手和死者 某种亲近而有特殊的关系 因此 极有可能 是哪一家的丈夫被害了 而妻子正是参与者 或者是知情人 所以故意不报案 于是 郑主警方再次部署 对比重的登峰三个家系 和洛阳的两个家系 重新排查 重点是声称在外打工 春节没有回来的人缘家庭 这个节后 我们在春节过后 我们发回马墙 与村民作叹 看看谁春节期间 在外打工 没回来 我们再复杀一下 很快 洛阳新沟附近的一个村民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张震怀 男 四十九岁 拉玛殿村 一族村民 已婚 有一儿一女 他的妻子说 丈夫一直在浙江打工 过年没有回家 警方了解到 除了年龄身高 体重 身材 这些特点 比较相符之外 这个张震怀 还曾在多家建筑工地上打工 这和无名男师身上的杀力特点 十分吻合 然而 张震怀的邻居小郭去反映 张震怀不可能是死者 因为案发之后 春节前 他收到过张震怀 发来的一条短信 其实 案发后 警察曾入户调查过张震怀 当时 张震怀的妻子 还拨通了张震怀的手机 让警察和他通了话 我们的 警察员就和他 打通 去浙江杭州电话 对方 咱要问他出去 出去多长时间 跟他赶下来 他也对他入流 并且问他家几口人 都叫啥 警方了解到 张震怀虽然父母早亡 但在当地 有兄弟姐妹 自己 又一双儿女 他没有理由 不回来过年 于是 警方再次拨打张震怀的手机 进行核实 可这一次 却怎么也打不通了 张震怀的兄弟也反映 和他 失去联系 已经很长时间了 那担心是肯定担心的 担心 主要是你等下给他 做到生意 也送不开手 也过不了 这次又 等着 还是我们的村里 去了 让他 想起 他你这次 让他只是回忆 因为 没有这次 让他只是回忆 各个弟弟 也感到比较习巧 过去也有几个月 我们没有通话的情况 但是都能联系上 但这一次 在外打工 我们打通电话 老师无法接通 提供的电话 老师无法接通 也感到有点 蹊跷 警方还注意到 邻居们反应 张震怀的妻子 牛巧思 和他 平时感情不合 就在案发前几天 还听过 他们夫妻吵架的声音 我光听 这家伙听 我当他总害 这个人 反正是太亮 这似乎和杨玉章 勾结尖锋 杀害本夫的分析 比较相符 警方立即采集了 张震怀孩子的血氧 提取了DNA 和死者进行比对 至此 这个死者就确认了 为张震怀 案发71天后 警方终于锁定了 被害人的身份 按照杨玉章原来的判断 找到失源 也就找到了凶手 那么现在 张震怀的妻子 牛巧思 就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您还记得吗 张震怀死后 当警察上门调查 失踪人员的时候 牛巧思居然能拨通 张震怀的电话 还让电话那边的那个人 跟警察通了话 就这一点 至少能证明 牛巧思在故意隐瞒 张震怀的去向 他至少是这起杀人案的知情者 警方随即对牛巧思 展开调查 警方马上对牛巧思 进行了询问 41岁的牛巧思 给警察们的印象 十分深刻 我看到他当时穿的都是裙子 冬天那种裙子 花上衣 皮鞋 农村妇女应该是穿着比较肥大的衣服 或者是布鞋 居多 很厚那种 绵鞋 老实绵鞋 或者布鞋 这种居多 像他那种穿皮鞋的 对于我 我到农村去拍摄案件 见了为数不多 警方发现 得知丈夫的死讯时 牛巧思显得比较平静 而且在询问过程中 牛巧思的表现 也有些与众不同 在询问他的时候 他对于我们的回答 他不是说了 有人必答 他都是经过考虑 死前访问之后 再回答公安民警的提问 经调查 案发那天晚上 牛巧思陪着儿子 住在伊川县城 并没有作案时间 而他住的地方 也没有塑料棚布和绳子等作案工具 难道 在牛巧思的身后 还有一个人吗 他当天拨通的电话里 是什么人 在冒充张振怀和警方周旋呢 警方对牛巧思深入调查之后 发现 有一个人 和他来往密切 发现给他关系最 通话最多的 曹莲堂 曹莲堂 据了解 这个曹莲堂 52岁 已婚 也是洛阳人 但是和牛巧思 并不在一个村子 只是平时 帮牛巧思家一些忙而已 牛巧思他们村的村民 对这个人 都不太了解 然而在伊川县城里 牛巧思租的三居室的房东对曹莲堂 却非常熟悉 发现这个 房子 是以操电汤 也就是他的感情的命意 租了 同时 我们 这个 让这个 方东 别人那些 操电汤的照片 和张振怀的照片 这个 方东翻译 经常在这儿 住了 就是操电汤 也住在这个一套 租了一套房子 原来 牛巧思陪儿子 在县城读书 不光学费和房租 都是曹莲堂支付的 而且 两个人 几乎天天在一起住 这完全符合 杨玉章的那个 勾奸夫 害本夫的判断 另外 曹莲堂平时所干的营生 也非常符合 作案人的条件 面对种种证据 曹莲堂终于共认 是他跟牛巧思 发生了婚外情 并杀害了张振怀 而且把尸体 抛在了一百多公里外的 登峰市 常寨村 杀人凶手归案 凶手对杀人事实 供认不讳 按说这个时候 可以结案了 但是这个案件中 还另有隐情 出事之后 曹莲堂家的大门紧闭着 昔日村民眼中的小康之家 如今显出一派 肃杀之气 听说 曹莲堂的妻子还住在这里 只是很多天都没有出门了 爸爸不在了 妈妈被关起来了 牛巧思的家 也早已荒芜不堪 八岁的小儿子 寄养在亲戚家里 对于别人的问话 他总是不愿开口 对于发生的事情 不知他何时 才能想明白 那么 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曹莲堂说的这个他 指的就是牛巧思 经过再次询问 牛巧思也承认了 两人共谋杀人的事实 那么 为什么牛巧思 要对结婚已经二十年的丈夫 如此狠心呢 按照牛巧思的说法 自从结婚以来 丈夫张振淮就好吃懒做 喝酒赌钱 对家务和孩子不管不顾 脾气暴躁 还经常对他拳脚相加 我太哭太哭了 他大不想给别人了 年夫妻之间 抽了你嘴 他那是要不得分 哪都弄得 谁给你辅导功课 爸爸辅导功课了 从来没有过吗 张振淮是否有家暴的行为 我们无法印证 不过张的火爆脾气 倒是得到了亲友们的证实 这些有点暴躁 这些事情 这些是相当暴的 那原来他 他长得得像 那后来也是因为家庭不合 没有这个 没有成功 那一来呢 越来越不跟他聊以后 人家很吵极 很生气 很生气 他才采取这个 非常的措施 杂宝杂魂杂魂杉 曹连堂和牛巧思 相识于2009年 那一年张振淮家里 要盖房子 在一次拉砖的时候 曹连堂认识了牛巧思 两个人日久生情 相见恨晚 这一段婚外情 持续了两年多 曹连堂收入的一半 都交给了牛巧思 对他言听计从 由于丈夫张振淮 经常外出大工 牛巧思就和曹连堂 在伊川县城 租了一间房子 过起了同居的生活 此时的牛巧思 便经常向曹连堂 抱怨自己的丈夫 2011年10月16日 曹连堂和牛巧思 再次住在伊川县城的 租住房里 那天晚上 张振淮外出大工 回到了自己在乡下的家 找不到牛巧思 便打来了电话 让牛巧思连夜回家 牛巧思 以第二天要陪儿子上学为由 没有回乡家自己的家 而曹连堂则约了张振淮 在县城见面 一起喝酒聊天 但是却迟迟没有下去手 这期间 他一连接到了好几个 牛巧思打来的电话 他骂他了 你还是男人 你要是男人 想跟我回头过 以后就给我找他 你要不是男人 你要是公兄了 你都打我公兄 只要最后一次 给我骂他 我骂他 那电话让我骂他 就是自败给你 我认为是不是 曹连堂认为一个男人的面子 就是更多的是证实 从侧上来证实 他是爱着你 巧思的 就是说我爱你 你给我说了事情 我会全心全意去办 所以这样 他才去犯这个罪 2011年11月20日 曹连堂和张振淮 喝酒之后 来到了自己家中 趁其晚上熟睡之际 将其杀死 行凶之后 曹连堂用自家平时 拉砖用的黑色塑料布和绳子 把张振淮的尸体捆杂起来 在家中放了一天 想到自己的情人 原来一直要受到张振淮的欺负 曹连堂便在已经包裹好的尸体上 又扎了一刀出气 第二天夜里 他想趁黑找个僻静的地方抛尸 不敢往西经过遗川建成 于是 他便往东开去 月黑风高 路也不熟 开了一百多公里后 他最终把尸体扔在了长寨村的村口 做完之后 曹连堂专门跑到了浙江嘉兴 买了一个当地的电话号码 民警第一次核查室打出的电话 就是他假装张振淮接的 曹连堂说 杀人之前 他也曾一再犹豫 感到一筹莫展 其实 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 牛乔斯完全可以和丈夫 分割财产 协议离婚 乔斯是一心皮理官 皮理官杀了我 离婚不行吗 人家都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 他发了这咋为谁 他不知道给他杀了杀了 最后他有我 能够要重新改革机会 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能看着我的心 长大 这是我最大的问题 也奉劝 其他一些 实际上通过非法手段 解决自己的一些问题的人员 一定要还要顺及出法 通过法律图境 解决一些自己的问题 2012年11月 郑州市中介人民法院 判处曹连堂死刑 判处牛乔斯死刑 缓期两年之刑 目前 此案正在死刑复合之中 如果一个人真的遭遇了家暴 他想重新选择自己的感情生活 这本来无可厚非 法律也为这样的家庭 和这样的受害人 提供了很多方便的渠道 但是今天的案子 却最终演化成了一场悲剧 两个没有法律意识的人 用自己在这场悲剧中的表演 告诫了他们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终合频道 其他年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